生日快乐 庆祝黄埔建军百年 侯友宜主动拉着同台的蔡壁如 一同切蛋糕 似乎想在蓝白政党协商前夕 先释出善意 但周一会谈 侯友宜确定不出席 由党魁朱柯两人亲自会面 我是党主席 我也是侯办的主委 那我们不是跟侯市长是完全一致的吗 因为这是政党嘛 党与党之间 所以有时候也要尊重对方的意见 双方周一上午 9点35分开始会谈 10点半举行会后联合记者会 就组联合政府立委其次最大化 总统候选人产生方式来讨论 但国民党主帅不清真 总统组合该怎么达成共识 是谈的重点比较是偏向于 共有的一些政策 那总统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基本态度 那最后的整个方法 也许明天有时间会谈一些 但是有机会的话 我相信一定是 侯市长跟我跟柯市长 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谈 深水区都不多提 蓝白河看来又是另类蓝白托 就连朱主席都向支持者致歉 有些真的是不耐 甚至有一些愤怒 我们也要表示抱歉 的确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这句话似乎也是隔空喊给柯文哲听 只是先前柯文哲才喊出 1120是政党协商底线 被喉呛不可能等到那天 如今谈协商似乎成了各自角力 蓝音放低姿态 判击出选民归队 白色力量则是老神在在 和国民党郭台铭都保持联系 争取选票最大化 蓝白政党协商依旧各有盘算 参选王晨雪圈台北财富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